刚才的折扫部阶段 上面我会尽量不要剪太多 现在是讲新的Hair Card 没有没有,Textual Rizing 哦,Textual Rizing 好气馁咯,我们就行了 我们这里忘记了你 我会Section Up,一样 这边咯,用折扫部阶段 它现在是给的Tips 在Textbook里面没有的 所以我会拿V出来 这样 我会拿起来 我会用Back Cutting Bending 我会从里面剪出来 我看哪里比较厚 所以我会剪,从里面我剪 因为我没有剪太多 因为等下还有很多东西要剪 所以我就是Roughly 尽量它的外形 不要剪到,只是中段 所以我要拿高 记得,Outline 不要剪下去 Cut the inside 我没有这样剪 我要剪这样 这样子就比较碰 我比较看得到我要的感觉 就是冷了 Actual Rizing 所以我会从这里 这里我会不会剪到 那个最后一层尽量不要拿到 The last section of the hair 好,Hairline Bose L'H Tactualize Tactualize 然后V就要剪出来 这样 可以拿起来 你尽量外层不要剪到 很重要的 外层这个不要剪到 拿起来 我会看到,你会看到哪里比较深,哪里比较重 通常我会用那些移骨剪 现在用剪刀就看得比较professional一点 现在按摩也是在start用移骨剪的 移骨剪啊,剪包剪,以前他们不用剪包剪 为什么?他们觉得会破坏 你刚才讲什么?用什么剪? 移骨剪